馬國明、胡定欣、唐詩詠等演員 今日出席萬千聲揮頒獎禮提名名單公布記者會 近日黃心穎就被傳踏上富二代 和心穎是幕前供應一隊的馬國明 又會不會覺得很傷心呢? 我覺得挺好笑的 近來也有很多小狗跟著我 我試過有一間跟了我三個星期 我出道以來也沒試過跟著我三個星期 可能他們拍不到什麼 拍不到就說你們分手 可能是這樣 笑一下吧 我們其實都是了解中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講到他富二代追他 如果是我就恭喜他 因為這樣代表他條件好 條件好的女生當然會有人追 是正常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說我逼婚 然後還說一不結婚就分手 也挺好笑的 因為其實雖然我年紀不輕 但是他的年紀很輕 所以其實我們都沒有講到結婚這個話題 看來馬鳴都很有信心 沒有人搶得走生命BB 其實不是信不信心 我個人都知道我一向很隨遇而安 我覺得那件事是你的 就怎樣都是你 那件事不是你的 你怎樣爭取都沒有用 所以自己盡力就算了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了解中 另外胡定欣今年除了劇集之外 還多了綜藝節目的提名 他說希望胡說八道會 下年都可以再結婚 希望大家投我們一票 也希望來年公司繼續 讓我們有機會一起去旅行 因為畢竟大家都很忙 其實你說真的要我們 平時自己抽時間去旅行 真的沒有機會 可以再給一個機會 不如我們一起拍旅遊節目 或者綜藝節目 做甚麼都好 這就是屬於我們的時間 帶馬B出來 對 帶馬B出鏡 一起胡說八道加一